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研究 编译人的大脑处理不了音乐的清晰 但是这次诊问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于是摩根压力善大 为了释放压力就与女主吉娜在卫生间做了一次羞羞的事情 但是呢 上校也喜欢吉娜 原来这是一个三角恋关系 上校当然不爽他与摩根亲热 于是警告女主 摩根是个病毒携带者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么亲热是很危险的 吉娜却不以为然 表示就算世界上只剩最后一个男人 也不会喜欢上校 他就喜欢摩根 真不知道男主那副贼样 是怎么得到女主垂青的 团队里一个胖医生 猜测零号病人很可能搞了一只狼 因为艾滋病的源头 就是某个人搞了一只恒河的猴子 但是很快就因为士兵捆绑便衣人操作失误 便衣人挣脱束缚 将胖医生咬伤了 这帮人一边读秒 一边赶紧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过了90秒 居然他还没有便衣 正要嗨起来 还没过一会儿 胖子就立刻变异 被枪杀掉了 很快又经过一场审问 摩根的团队得到了几个重要的信息 零号病人很可能混在一年前的 明尼斯达州早期的变异人队伍当中 他们像人类一样思考 群体性增强 并且新的变异特征不断出现 变得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危险 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人类据点 然后进宫这里 摩根休息的时间 就一直在一个叫珍妮特的变异人那里聊天 原来这个变异人是他的老婆 把老婆锁在笼子里 而在外面跟现在的情人亲热 这编剧也是罪了 算了从此之后我们就叫男主渣男 而女主吉娜 当然也知道渣男跟珍妮特的关系 依旧和渣男不清不楚 谈人生讲未来 暧昧不清 是不是这个基地的男人都死光了 为啥女人都围着男主这个渣男转 最奇葩的是 吉娜居然已经怀孕了 第二天基地的焚化炉这里就出现了意外 在运回的几具尸体当中 有一个变异人还活着 差点连上校也咬死了 但是基地士兵立刻闯进来控制了局面 这个变异人与其他的变异人都不一样 会举手投降 背部之后也非常平静 对音乐也没有其他变异人那种忍受不住的情况 甚至还会抽烟 原来这个变异人叫迈克尔 没有变异之前是大学教授 难道智商高的人被咬之后会发生特别的变异吗 当然的这次审问更像是一次交谈 因为他没有从这个教授嘴里 得到任何想要的零号病人的信息 这次交谈也颠覆了他对变异人的认知 每个被病毒改造过的变异人都不一样 教授认为他们是更为高级的物种 虽然会毫无怜悯地杀戮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取代人类的地位 而人类就像地球上的病毒 只会无休止地破坏地球 只有他们才能将地球进化 教授还冷静地警告他们 时间已经不多了 扎南赶紧找来信号探测器 找遍教授的全身 后来在一起被抓的变异人同伙身上 挖出一枚GPS跟踪装置 原来这伙变异人里有更高级的智慧群体 居然还知道放幼儿 但是他们发现的太晚了 变异人已经跟踪信号追踪到了基地 基地里很快乱成一团 军队也阻止不了变异人的脚步 就如前面所说的 地等变异人只会毫无休止地杀戮 直到杀死最后一个人为止 这边扎南赶紧劝吉娜撤离 自己去寻找被关在笼子里的变异妻子 吉娜在逃跑的时候 想到必须回到实验室取回实验成果 于是杀掉了挟持他逃跑的上校 扎南拖着变异的妻子也赶紧向外撤离 回头就遇到了要前往实验室的吉娜 与这三人一起拿回了实验成果 就赶紧逃离这里 就算在通风管道里 他们依旧受到变异人的追杀 还好一路的追杀有惊无险 好不容易跑到基地的出口 他们遇到了变异的教授 教授告诉他们 扎南的血液里含有某种阻止变异的东西 这在变异人群体中属于第一例 站在变异人的角度考虑的话 扎南就是阻止变异人群体进化的零号病人 因此变异人高层需要活捉扎南 把他当成小白鼠一样研究 找到扎南血液里阻止他变异的东西 但是教授却扛不住扎南夫妻二人的联合攻击 被扎在了钢筋上 就赶紧呼叫支援 正在一大批变异人跑过来抓捕他们的时候 变异妻子把最后的大门锁上了 掩护扎南和怀孕的吉娜离开了基地 果然是真爱 扎南这是几世修来的夫妻 让变异的妻子心甘情愿地掩护他和情人逃跑 独自面对众多变异人的攻击 最后扎南和吉娜成功逃脱了这里 影片结束了 这其实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 扎南周贤于老婆和情人之间的俗套故事 好了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